你看一下,我們今天各位的桌面上應該有這個OBS 剛檢查過之後裡面的有沒有 應該都有裝,第一次打開之後呢 會有幾個訊息,要同意啦,要不要設定,那個都沒有關係 好,現在呢 我就 看一下 這裡我拿出來,我把另外一個攝影機加進來 OK,好,那我剛下載的一個背景 先丟進來 中正好像沒有這個場所對不對 沒有齁,我自己做的嘛 我們要虛擬社群當然不能太陽春對不對 把它做好一點,我們就做了一個 那各位呢不用擔心 這個原始檔我有給各位 軟體也有給各位,都免費的 好,你就可以等一下來用 好,那我再找一個 找一個 下載下載 應該還有 有了齁,那 您如果下載之後,這樣也可以丟進來囉 這樣可以接受嗎 會不會太簡單 以往各位都不會從這邊嘛 因為這是我看小朋友用的,我會學起來 越來越人心一點 好,這樣有丟進來了,有沒有兩個 對不對 那我可以順便把我加進來了嗎 你看我後面有沒有準備好這個 所以 我現在就再把自己加進來 自己的話就是 網路攝影機的 所以我就從這邊 因為我現場其實現在有兩台 這裡一台 另外還有一台 另外還有一台 這樣有看到了 對不對 好,那我就把這個的高度 搖好 對好 那麼 我就把 這裡 過來一點 各位知道我們今天要變身嘛 不能這麼陽春 對不對 好 好 那你只要有這個 藍木綠木 其實你準備好了 我們要 使用就比較方便 那我按確定了 有沒有這樣就進來了 對不對 那我上面這裡是不是少一點點 所以我稍微裁切一下 稍微裁切一下 這樣就進到裡面了 好了 那進來之後 我現在是在這個桌子前面 我要把它拿到後面來 這裡就是我們塗層的順序 OK 那麼 我現在還有一個很重要 是要把我的綠木把它拿掉 因為其實你平常在看我們的 這個電視台 或者是氣象報告 都一樣的 這邊也有叫射杜鑑 射杜鑑我就把它加進來 各位 這樣有進來了嗎 這樣就知道 我們今天為什麼叫虛擬聖騰了嗎 所以你只要安排好就好了 就看你要怎麼安排 我可以後退一點 像這邊 我就拉高一點 當然比例不大對的話 我們就稍微再怎麼樣 小一點 你就自己看看 你要怎麼樣 那這邊還切的不夠 還有白的 再切一下 這樣是不是就不會曝光了 那我旁邊這邊有點白白的 我就調整一下 它的參數 調多一點點 旁邊會少一些 好這邊再去多一點點 OK 這樣有沒有比較 可以了 所以 這個叫做使用前 使用後 這樣有沒有簡單 簡單 所以 你可以發現一件事情 現在為什麼網紅那麼多知道了吧 因為你在家就可以解決啦 你只不過把這個布買好 是不是就OK了 因為搭配你既有的 網路攝影機 其實也可以 當然你要買比較好的 效果當然會OK一點 因為包括有什麼 網路攝影機 或者你收音的麥克風 如果你準備的 品質好一點 收音的效果就不一樣 那這樣子的話呢 你要上課 有沒有變得比較簡單一點 其實說真的 就算 你是要做 我們不要講做賣東西啦 就是說 你可能 除了教學外 也許你活動的 也可以像這樣玩 是不是就比較好玩 那我們今天呢 就是 會有call out的服務 會把同學叫進你起來 好叫進這裡面來 這是 比較特別的地方 那所以你看過這樣的玩之後 你看回到我們剛剛這邊來 各位可以看到 其實我在這個地方啊 像我也去 這種就業的博覽會 就業博覽會也常常會有 就是像這樣子 就在現場 就可以用了 好就可以用了 那這個是我們中正的 所以 你今天應該可以發現 原來 曬價 還是可以賺錢的 可以發揮他的功用啦 當然你去外面 你去買那個 專用的 藍木 可不可以 比較貴而已 他們就是這樣子啊 那一天 是在好像 214吧 214的 去年的 所以 那這個呢 就是在 現場就直接錄下來 所以 像這樣子 都一樣 就跟你剛剛看到的 一樣 只是 我把這個過程 就直接當錄下來 所以你會發現說 其實真的不會太難 這樣了解 好 那另外呢 其實呢 我們 也有一次 是在10月份的時候 也有用過 另外就是 直播啦 因為我們OBS 其實啊 他不是只有那個 OBS的部分啊 他不是只有 就是 那個什麼 錄影而已 他也可以直播 所以我有用過這樣的方式來怎麼樣 就是做 所謂的 那個 直播的教學 因為如果你直播的話 很多可能你必須要怎麼樣 是不是要進到那個 進到 虛擬聖童 學校的 錄影棚裡面 其實對老師來講 也比較麻煩 對同學來說也比較 不方便 那現在因為網路 變得比較簡單了 對不對 速度快了 其實你用這樣子就還蠻容易的 就還蠻容易的 那另外呢 在禮堂也可以玩 你知道嗎 上次去那個 海大醫院的雲林分院 我們就這樣兩個 所以 這個部分啊 你可以進來 所以你知道他在拍什麼的嗎 因為他坐在這裡 看著自己 變成這樣 就把它拍起來 這樣了解 那這個我就 反正沒有電腦教室 我們就這樣demo 就直接把它延伸到這邊來 那你用手機 其實也可以 所以這個其實是手機的畫面 手機的畫面 把它抓進來之後就可以合在一起 那你可以看到連椅子 是不是都變藍幕 因為這樣的話 椅子才會去掉 所以你只要 做到事 這個叫做哈利波特的斗篷 也請斗篷 因為你只要套上 那個 不管你是色藍幕或綠幕 這好是就自動消失了 像這樣子 那這樣各位應該就比較清楚 其實我們OBS 可以玩什麼 可以玩什麼 那今天呢 各位手上 可能會有這一份講義 主要是給你看一下 我有講過 OBS可以怎麼玩的 給你參考一下 那真正的資料呢 就是擺在剛剛上面那邊 那再下來就是 相關軟體的部分 如果你還有需要的 你說從剛剛右手邊 最下面這邊也有 也有連結 一樣可以過去 請問這樣 有沒有問題 沒有 所以 真的 等一下 藍幕或綠幕會到你家 不是只有我再用而已 這樣有沒有問題 OK 謝謝 謝謝 給你看 鏡子 比